农历春节假期结束 花东纵谷农田的油菜花海 向日菊花海陆续翻根准备插秧了 当花莲有一处花海不必担心翻根后消失 凤林镇公所与凤荣地区农会合作 在凤林西长扶腹地打造美丽的花海景致 从平原桥至林田桥之间的河段 蜿蜒曲折的溪流开满了花朵 而镇长林建平欢迎大家到凤林赏花 捉住寒假的尾巴 花林县凤林镇的凤林溪河川扶腹地 在凤林镇复兴路以溪约800公尺的河床 今年因为气候的关系 以橙黄色的万寿局来营造 堪称是全台湾河川最美的赏花秘境 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游客从台九县221K往东转进农原路之后 沿着凤林溪往下开 在平原桥至林田桥之间的河段 就能够看到最美的福福地 凤林溪的整个的整治计划 它也入选了我们花莲县唯一 经过上期核定的整治工程 那目前整治的工程 它两边的步道长1.7来回 就是接近3.5公里 那整个今年的主题 就是万寿级混种的 所有的花式都有 种植的面积也5公顷 这个一部分是我们母舞弦 凤林溪 替我们凤林再创造一个观光的一个亮点 这个部分能够让我们周边的民宿业者 以及地方的店家 都能够带来相关的一个经济的效益 同时也展现出凤林 另外不同于以往 我们客家严肃的一种风貌出来 面积约有5公顷 是全国唯一在河川福福地种植花海 凤林镇以国际漫程著称 建议游客不妨骑乘单车 漫游小镇乡野 预计可以开花到元宵节 欢迎游客能够来到凤林镇 来欣赏最美丽的福福地 记者凌桀 凌林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与点点栏目